就是下次换衣服的时候啊 记得把灯关了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故意的呢 什么情况啊 跟我说说 你还记不记得 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 哪个女孩 我想起来了 是不是两年前 你去户外攀岩的时候 认识的那个 让你觉得第一次命中注定 却有上市不见的女孩 就是她 她回来了 进了欧曼 现在还是我的助理 什么 回来了 还成你助理了 但是她说她失忆了 不认识了 但是她却一直都在接近我 你说她究竟想要干什么 听着好复杂啊 这样吧 咱们捋一捋 你们是不是一见钟情 正式介绍一下 我叫丽泽良 你呢 叫我小易就好 是不是相见后女 还会不会有事啊 个小易说宽 是吗 他真的这么着急 他就有事啊 都没有事啊 有一 crown 我现在试着你 换衣服的时候啊 记得把灯关了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故意的呢 是不是臭味相同 以前知道 二环之前之身 是我的习惯 在下 受教了 彼此彼此 你们是不是又过肌肤之情 竟然全占了 我还以为你们只有一面之人 排除掉一切的不可能 剩下那个 无论多么不可思议 一定是真相 他费了这么大功夫来接近你 说不定真的对你究情难忘 那你说他为什么要装饰一样 说不通呀 电视里不都演着呢吗 只有那种特别的女人 才会吸引优质男人的注意 有道理 根据我的经验 现在这种情况 他对你的攻势 就像这杯酒一样 越喝越上头 就看你顶顶得住了啊 谢谢大家